有鉴于台北捷运发生了车厢叠写事件 高雄捷运也立即做出了维安性的预防措施 除了要求占物中心和车务中心加强戒备 也请保全和警力在车厢内加强巡逻 高雄捷运目前一天的载客量达到17万人次 为了加强乘客的安全 在台北捷运发生车厢叠写事件之后 更提高了维安规模 除了要求占物中心和车务中心的同仁 加强戒备之外 也请保全与警力在车厢内加强巡逻 对可疑的人事物随时提高警觉 另一方面高雄市政府也召集相关单位研商 希望督促高雄捷运公司在车厢内装设监视器 保障旅客的安全